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489集 什么 花容师兄被踩在脚底了 这 这是我眼花了吗 怎么可能啊 这肯定不是真的 那行程竟然也施展出了花冰神诀 那花冰神诀是我血阳府听空座的秘书啊 是我血阳府听空座部长从某个习义中得到的 广汉府听空座根本不可能拥有啊 怎么会掌握他呢 难道你没听说吗 那秦晨之前和本华容师兄交手的这么久 就是为了感悟本华容师兄的花冰神诀的 这花冰神诀是秦晨从本华容师兄身上掌握会的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花冰神诀是顶级神诀 就算你我耗费一万个天界年 也不可能掌握啊 那秦晨怎么可能在瞬间就敢握出神通庙术呢 将其掌握了 我的老天哪 不管那秦晨是从哪里掌握他 他现在居然将本华容师兄踩在了脚底下了 这本华容师兄乃是盖世上子啊 但是现在却被直接踩探 最严谨是 简直是无法无天 这秦晨到底什么人呢 这秦晨 这还是个人吗 人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手段呢 三大圣主府的听工作圣子们 看见了这一幕都齐齐地后退 脸上带着万分的惊气之色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都竭力地想要更加地看清楚一些 足足数个呼吸之后 所有人这才回过神了 才清晰地看到 本华容被秦晨用他的成名绝技 化兵神诀一招击败 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踩踏在了脚底 好像是一个乞丐 本华容的脑袋被秦晨一脚踩住 他的目光只能够看到对方的靴索 不过 却是觉得 有许许多多的人的目光 立刻无边的羞愧 从心头省了起来 简直是使得他要发狂 你这人敢踩本座 你们了 本座一定要把你错误 咔嚓一声 秦晨直接用力把他的头颅一下踩扁 恐怖的荒谷之气压迫下来 巨大的疼痛使得本华容再次痛苦惨叫下 他猛烈地挣扎 头颅再次凝聚成形 脸蛋好像是踩烂西瓜一样 面容地扭曲了 到了他这个地步 只要是肉身不被直接轰爆了 都能重新凝聚 但是没用 在秦晨荒谷之气的镇压下 他根本就逃脱不出来 身体不停地扭动 跳动 却是根本挣脱不开 秦晨的荒谷之气镇压万古 脚底将他死死地踏住 不管本华容施展什么空间手段 逃生手段都被死死地克制住 动弹不动 秦晨的脚就好像是那天界阵界之弱 散发出来的力量足以震天封地 好似一尊神王转世 本华容 这就是你骄傲的资本吗 错不扬灰 本少看你怎么将我错不扬灰 在本少眼里 你不过是只蝼蚁 也在那猖狂啊 简直不知死 秦晨高高在上地看着本华容 冷笑地说道 本华容剧烈地挣扎 感受到了无边的耻辱 该死 看到本华容遭受到了这样的耻辱 天山府天公座领袖圣子赵良汉 终于是忍受不住 他正在和池文敏与那韬铸交手 突然之间身躯一闪 竟然是消失在了战场上 下一刻 整个人骤然出现在了秦晨的身后 突然之间悍然出手 一招大树 一念后道 生死缓转 阴阳宝轮 这一招是偷袭 无声无息之中出手 到达秦晨的背后才爆发出来 在他的全境之中 瞬息之间就闪烁出来 一个生死轮转的阴阳大道盘 这一道宝轮 蕴含生死气息 呈现两次太极旋转 一黑一白 瞬间就爆发出了神鬼莫测的气息 这是阴阳宝轮 天圣之王 再结合赵良汉自身领悟的生死之道 一瞬间爆发出来的气息惊天动地 就好像是死神和生命之神瞬间出现了 对着下界传道 那阴阳轮转 生死变幻的气息 让他所有人都毛骨悚人 感觉到了死亡的来历 这一招十分的突兀 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就看到赵良汉挥动着阴阳宝轮轰隆一声 直接轰击在了秦晨的背后上 成功了 臭小子 守了本座阴阳宝轮一击 你不死也要重伤啊 赵良汉露出了狂喜之色 哈哈大笑的 他催动阴阳宝轮 就要一击将秦晨轰爆 可是 在他全力催动阴阳宝轮的时候 就感觉到自己阴阳宝轮 好像是嵌入到了一个坚硬的固体中 不像是披露到了人体 而像是被一座太古深山给卡住了 居然动态不动 然后 他就震惊地看到 秦晨背后荒谷之气弥漫 演化做了一个黑色的巨手 竟然将阴阳宝轮死死夹住了 任凭他如何催动 都闻死不动 这怎么可能呢 他心中一惊 刚准备再度出手 忽然之间 秦晨头顶上 一座七色的宝塔出现 轰隆一声 宝塔之上 有着一道紫色的宫殿 正是七宝琉璃塔 和紫霄兜律宫 那紫霄兜律宫中 火焰绽放 笼罩住阴阳宝轮 居然就这么开始炼化起阴阳宝轮上的气息来 而阴阳宝轮和七宝琉璃塔中 更是直接爆发出了一团烈日光辉 散发出了一片浩瀚火焰 这火焰如同无数的火花花朵落下 化作了火焰之汗 猛地洒落在了赵良汉的身上 赵良汉全身都燃起了火焰 一股股的姊妹真火 还夹杂着清廉妖火 阴阳浑火 忧空冰岩和大日金燕 融合在一起 包裹着她的身体 狠狠地燃烧 炼化 她突然发出了一招生死环转 阴阳宝轮非但没有对秦臣造成伤害 反而是被秦臣射拿住圣堡 并且释放出火焰之力 沿着那生死之力反击而来 全身都被火焰沾染 烧得惨叫烈烈 赵良汉惨叫之中 冲入到了天山府的 天公座圣子群之中 这些圣子闪避不及 被赵良汉身上的火焰 稍微一下沾染到 顿时人人都变成了 一根根燃烧的火炬 这火焰还不能够传染 秦臣的火焰 早已经在紫霄兜律宫的 不断升级 威力惊人 特别是那阴阳魂火 作为灵魂 融入到了 起源之书中的火之文明 足以炼化任何天圣级别的高手 这下传染 人人都化作了火焰之人 痛苦嚎叫 这 这是什么火焰 啊 畜生 我做鬼也不不会放过你的 不好 这火焰太强了 快来人 帮我把这火焰不灭啊 快快啊 联手是真水之道兵之道熄灭这火焰啊 三大圣主府的天公座弟子看到了这一幕 一个个都大惊十字 不过毕竟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物 立刻联手 一个个狂吼出圣 飞上高空 各种神通施展 各种水之神通施展出来 天地之间 顿时涌现出了无数的水气大道 雨点干露 把火势渐渐地压了下去 铺了好一会儿 这些弟子才消灭了火势 不过绝大多数被沾染上火焰之人 都一个个全身焦黑 躺在地上 奄奄一息 其中一些较为弱的 甚至都快化为焦炭了 大半条命都没了 而赵良汉是火焰的源头 早就施展神通 将火焰熄灭 但也是狼狈不堪 满头长发都烧没了 脸上一片漆黑 连眉毛都不见了 惊怒地看着行尘 他体内已经是凝聚了霸主之气的 天圣后期的圣源 但是之前被这火焰一烧 竟然有一种无法压制的感觉 甚至连他全身的圣源都剧烈地燃烧起来 如果不是他当机立断 燃烧精血和兽源 强行地催动霸主之力 和莫测神通 将这火焰及时熄灭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仅仅是施展出来的火焰 就让自己如此狼狈 赵良汉心中的惊怒 可想而止 哼 恭喜本少 鬼少这次只是给你们一个教训 让你们知道 什么人能够得罪 什么人不能够得罪 为了一个废物 和本少作对 你们只是自寻死路 清晨一只脚踏着本华荣 副手而立 眼神一扫 让场上的三大圣主府的天公座圣子圣女们 一个个的毛骨悚然 心底发汗 这些高手全都震惊地呆滞住 甚至连那掏住也都率领着大军 停下了交手 退在了一旁 震惊地看着秦晨大发身微 有些惊议不定 本华荣和赵良汉的实力 他极为清楚 三大高手联手 差点就将他围杀在这里了 但是 在这新来的人族弟子的手中 三权两巧 这三个人就被击败 并且狼狈不堪 让掏住的心中如何不惊弄 他之前在老巢的圣脉之中 突破霸主境界 结果被本华荣等人布下大阵偷袭 虽然强行突破成功 但是也是因此身受重伤的 现在感受到秦晨的强大 心底立刻涌现出来畏惧 这个人类不可疑 而最震惊的还是向无敌 不由得面如土色连连后退 他就是生怕秦晨寻找自己的麻烦 所以一进入试炼之地后 第一时间找到了另外势力的天公座弟子 加入其中 想要寻求庇护 找秦晨报仇 但是却想不到居然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短短的一段时间不见 秦晨展露出来的实力 比当初在天公座镇压他的时候 强了何止十倍 向无敌心中怨恨 嫉妒无比 赵兄 你没事吧 韬柱率领妖兽大军一退 任王府天公座大师兄 池文敏 便带着诸多弟子菲律儿来 与赵梁汉并排地站在一起 圣缘之间互相交流 可怕的阵光已经笼罩住了秦晨一群人 我没事 此此鬼 千万小心 赵梁汉扶下了一枚疗伤丹 身上的伤势顿时快速地修复起来 目光愤怒地冰冷地看着秦晨 与此同时 三大圣主府的圣子们也全部都行动了起来 化作了一片绝天大阵 联合起来 笼罩住了秦晨一群人 三大圣主府天公座圣子数量合起之多 而且各个都是顶级高手 如向无敌 道政制一般 还有类似于徐悦等顶级高手 半部霸主高手就有不少 这些人之前联手对抗妖兽大军 现在联手起来 形成的大阵气息 立刻变得无比的深邃 如同一座神山盖压下来 为了能够在天界试炼之地横行 这些圣子身上都布下了阵盘和阵温 每一个人都是大阵的一个阵点 联手起来的威力 能够灭杀霸主级高手 这也是他们之前 能够偷袭掏住大军成功的底气所在 此时 赵梁汉 石文敏 知晓秦晨的恐怖 立刻就动了膝子 准备利用着圣子大阵 镇压秦晨 秦晨的目光突然一下扫过来 秦晨 你不要嚣张 你已经处于我们三大天宫做圣子的 风神大阵之中 容不得你撒野 难道 你以为凭你一人之力 能够对抗我们天宫做三大所有圣子吗 速速把画胸给我放了 否则的话别怪我们手下无情啊 赵梁汉 后道 秦晨 你难道 想和我们三大天宫做全面开战吗 我告诉你 你身为天宫做弟子 却对我们同门下手 只要是我们把消息传回总部 你难逃一死 狂含服天宫做的部长 耀光圣主大人也救不了你 甚至你的势力你的家族你的一切都会被天宫做抹出的 还有这广汉府 天宴宗和明慧阁的人也会被你连累 全部都要死 石文敏也怒吼下 催动圣源 人人都一下感觉到了窒息 空间凝固下 赵梁汉 难道你想让这秦晨痴迷不悟下去吗 你可是广汉府的大师兄啊 你也难逃责任 诸位兄弟姐妹 你们素素地摧动身上的阵盘 和我们圣源沟通 拎手镇压 这此聊啊 赵梁汉再度地打呼 轰隆一声 三大圣主府天宫做圣子们爆发出来的气息 如同汪洋 令得广汉府之人连连都变色 连魏思青 曲高峰 玄母留几个人的脸色都有些不好看